- 你的事我的事都是新北市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三峡蓝染节进入到今年是第21年了 那么从最开始的一个富裕到现在的湛蓝在起飞 这过程当中到底有哪一些的一个变化 我们主办单位以及在地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连结跟沟通 然后让每一年的一个蓝染节都能够带给观众朋友们 不一样的一个视觉饗宴呢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很开心的 我们邀请到了我们三峡区的大家长周静平周区长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分享 区长好 金花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今天非常开心访问到我们周区长 那其实区长我记得你是从这个深坑 然后到鹰哥再到三峡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经历过的这几个区都是相当有特色的 他们的不一样的特色在哪里 我想我很幸运 到了这三个地方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个特色 像我在深坑的时候 大家应该都知道 只要听到深坑都会想到的是豆腐 其实不是臭豆腐 是豆腐 是豆腐 它有很多种料理 臭豆腐是其中一种 那到了鹰哥之后 鹰哥很有名的是什么 鹰哥烧陶瓷 有非常多的陶艺家跟我们的陶瓷工厂 甚至观光工厂 所以它是享誉国际的一个特色的产品 那到三峡之后三峡也是很特别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提到三峡就想到金牛角 但是除了金牛角之外 其实我们还有更特别的文化 就是我们蓝染文化 所以我真的非常的幸运 到了三个区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特色 那刚好因为不同的地方 会有不同的风格 跟不同的宣导方式 宣传方式管道 所以我刚好可以把这些地方都结合起来 把各的经验 然后分享到三峡来 让三峡除了原来的文化方式之外 也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思维 让我们的蓝染可以再起飞 我相信这对我们整个蓝染产业 一定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 是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蓝染到现在其实是21年了 对 那从一开始 算是说地方的文史工作者 大家对这个在地的文化特色 自己满有感觉的 所以他们去研究之后 觉得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蓝染再找回来 所以开始在做这个富裕的工作 那当然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看到了 整个三峡蓝染节的一个盛况 算是一年比一年好 而且那个改变是相当多的 对不对 那这中间当然有透过工部门 跟我们一些民间的单位 大家一起来互助 然后透过一些公司协力的方式 然后来去做一些发想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透过一支影片 一个短片 我们来看看说 这几年来改变的一个过程 好不好 先来看一段VCR 2022年三峡区公所 透过公司协力的伙伴关系 结合在地染坊 学校 商圈 礼办公处 等力量与资源 齐心推动蓝染产业 希望让蓝染走进每个人的生活中 成为一种生活美学 感谢区公所 给我们蔡海国小 有一个演出的机会 我们也很感谢公所 一路来对我们这些工作室的主持跟支持 新年的三甲蓝染节呢 很感谢说我们公所帮民 从我们协为这边呢 做很好的估通 如果我们赢求求蓝与资源 那么我们要不要 也不信任 那么我们就这边 就说我们我们的事情 希望额 更多的管理 就是这种 比如说我们的 燃燃節活動期間 在三峽區公所周邊 將處處可見 燃燃意象 而且從白天到夜晚 都會有不同的景致 7月23到8月28 三峽藍燃節 歡迎來參加 從這個VCR當中 可以看到說其實 光是今年的這個藍燃節的一個佈置 我們從這個老街 從在這個公所 然後在這個歷史文物館 還有這個三峽國小前的這個前東樹廊 其實做了非常不一樣的一個變化對不對 因為這兩年受到疫情的影響 我們以往在辦理藍燃節的時候 都有一個主場活動 可能採接啦 或者是一些表演 甚至民歌的演唱 然後吸引很多的人來參加 但是因為疫情又怕群聚 所以我們在思考 我們如何讓藍燃節不中斷 但是又可以做到防疫 所以我們就把這些比較大型的活動取消 但是相對的我們就要做出更有創意 讓大家願意到這邊來欣賞我們不一樣的藍燃 所以像我們今年用童腕來當作我們的一個號召 那為什麼會用童腕呢 因為今年我們本來有邀請 插角國小的小朋友來表演 我們在地插畫家佑蘭老師做的藍色小洋裝 把它改編成舞台劇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發想之後 覺得把我們親子的一個構想 加到我們這個藍燃點 所以今年用童腕來當作我們的一個發想 那你如果到老街來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我們上面有很多不一樣的童腕 其實搭現在的熱潮 像我們有熱氣球 藍燃的熱氣球 有飛機 還有很多很多像我們的燈飾 那到晚上它還會亮 所以老街裡面現在變成一個打卡點 那我們在公所前面呢 我們做了一個生命的迴旋的一個裝置藝術 那在我們的歷史文物館有我們的馬蘭 就是我們大清這樣的一個植物的一個意象 那個真的超漂亮的 因為我們這是找我們在地的 而且它算是我們國寶級的我們的登醫師 幫我們做骨架 那以由我們的文史工作者 我們藍燃的老師來做他的染布 所以整個包裝起來 那骨架相當的漂亮 那做出來的整個裝置藝術 真的跟以前不一樣 真的要來看一看 很不一樣的藍燃節 我相信靜態的不一定會比動態的不好 透過靜態的展示 反而可以讓我們一直看到我們藍燃的特色 而且讓我們藍燃從衣服、染布 一路走到玩具 甚至於我們日常生活所有用品 都可以出現藍燃的作品 是 所以其實藍燃剛富裕的時候 那可能物以稀為貴 當時重新在做這個手工藍的人 老師相當的一個少 所以當時的一些成品 可能都以衣服為主 像我們兩個現在身上的對不對 特別介紹一下 非常漂亮 藍燃可以染出這個樣子 這樣的一個背心 然後裡面的一個襯衫 其實除了服飾之外 我們現在也是要告訴大家說 它是可以非常多元的 它在生活當中 其實處處可見藍燃 像我知道公所其實在這個 公所內部的這個廁所 整個的一個佈置 其實都還是以藍燃為主對不對 就是把藍燃這樣子的一個氛圍 應用在各個方面 那像最近這幾年的這個大型的裝置藝術 也慢慢的讓大家看到 藍燃不同的一個面向 它不只是生活用的 身上穿的 其實它也是可以藝術呈現給大家 是 那其實在影片當中我們也看到 像區長剛剛你們就有提到說 這次是也透過這個 岔角國小對不對 那怎麼會想到說 跟學校這裡來去做結合呢 因為其實我們一直在想 藍燃這個文化 不應該讓它只是個文化 它要走入生活 那走入生活就是 我們用的用品要跟藍燃有關 我們平常也要跟藍燃有關 所以我們要透過公私合理的方式 找很多學校還有公部門 甚至我們的私人的協會也好 或者我們的文史工作者 大家去發想 怎麼讓我們的藍燃可以走入生活 那當然演舞台劇就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我們的校長也非常的熱衷 包括我們前面的祐蘭校長 跟我們叫黃昌校長 那兩位校長都非常的支持 所以我們的學生演起來也非常開心 因為他是用我們在地插畫家畫的 我們的插畫本就是繪本 所以他用我們自己的繪本 演出我們自己的舞台劇 學生都很開心 那當然我們除了舞台劇之外 我們也創造很多舞台讓他們可以表演 像我們今年又特別跟客家文化園區 我們客家局 在我們三峽剛好有這樣一個園區 那他在園區裡面呢 最近也種植了一些大清 然後他也做了染缸來做一些體驗 那我們就跟他結合在一起 我們到這個地方來表演 還有我們做一些藍染的一些體驗也好 或者是小旅行 去看一下大清到底長怎樣 那當然除了我們的客家文化園區之外 其實我們很多學校像中原國小 其實我們北大高中最近也有在做 那安西那邊也都有 有的像插角國小 他本身其實在之前他就有 帶去找大清這樣的植物 然後把它做成染料 對 這是學校的特色是把它做成染料 特色課程 那像我們的中原國小呢 他只有染缸 所以他們甚至畢業傳承就是染染的物品 對 那他每個都可以去體驗 染染怎麼從染料的白色的布 一直染出來 最後變成這樣一個漂亮的作品 像我身上穿的這個 其實是三峽的古蹟喔 歷史建築 大家有沒有猜出來 我們開放大家留言 猜到了送獎品 記得在我們的YT下面留言 是什麼古蹟 這是我們的三峽拱橋 這是歷史古蹟 那我們老師真的很厲害 很用心耶 很用心 就是他有辦法把一些 我們的一些古蹟或什麼 非常擬真的把它弄到衣服上面來 那當然這是服飾 對 那我看我們現在連包包 對 鞋子 甚至燈飾喔 就是我們的燈罩 對 它本身也是可以用染染去把它做出來 那我相信喔 我們不斷的去發想 然後讓藍染可以不斷的走到我們的生活 那它才會是我們的一部分 如果它只是一個文化的話 那當然它就是少數我們 或者是我們去緬懷這樣的一個精神 那當然我要讓這個文化可以走入生活 不是用喊的就可以了 所以當然就是透過向下扎根 讓我們的 我們自己三峽的子弟自己就喜歡上藍染 他們願意繼續來傳承這樣的一個技藝 那另外就是有這樣的環境 還有就是我們現在其實也在爭取 我們很快就會成功 在我們的跟中央合作 因為山峽有92%山坡的地 所以我們在這些森林的下面 如果可以種大青 這樣不是可以讓我們上面也有一些綠色的植物 讓我們的農民也有這樣的經濟產出 讓我們的原料可以很方便的取得 就可以降低成本 所以我們目前已經快要努力成功了 林下經濟在今年應該可以成形 那我們就可以更多的地方來種植大青 那未來我們會結合這樣的一個產地 我們就會推一些小旅行讓大家來認識 因為像我們現在都有推茶葉的一個認識跟製作 那再來我們就會做一個大青到產地去看一下 這個植物是長怎樣 然後從這個植物怎麼做成染料的 再從染料怎麼讓我們的物品 可以變成藍藍的作品 那我相信這樣的小旅行也是非常值得期待 所以所有的一個推動都是希望說 讓更多的人能夠認識我們三峽燃 然後最後呢 最好是可以成為一個品牌 讓三峽燃成為一個品牌 而且今年還加了這個夜間的 夜間我們還加了夜燈對不對 哇聽說今年這個是欲罷不能 大家看到了 就希望公所也能夠去到那邊做一些布置對不對 對 那我想這個布置很受歡迎 在很多的FB或什麼都會看到他們來這邊打卡 對啊 那甚至周邊的一些商家也認為說 這麼漂亮的東西可不可以延伸到他們這邊來 那當然我們也會盡全力再來爭取更多的經費 還有我們更多的老師來幫忙做 因為這都純手工做的 真的 其實我們這一次結合老街 那只要你滿額我們就會送一些禮物 包括你看像我現在做的藍染的口罩 還有再來就是我們 最好的當然就是我們的銅腕 那個銅腕真的 很有價值 它每個都是手工做出來的 而且那個聲音真的很泥真 那我們把它做成像蟬啊 還有我們的陀螺啊 一共有四種 真的要來蒐集看看 來這邊來看看我們的藍染的銅腕有哪裡不一樣 然後這個我相信一定可以讓我們的小朋友 有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這個一定是他以後很好的回憶 對 他們拿到的銅腕跟別人的銅腕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有藍染 這個是限量版 是 限量版 但是我們有藍染 這是一個飛望谷對不對 都是小朋友滿有趣的一個玩具啦 對 所以我們除了說跟這個學校來合作之外 其實三小老街這個商圈 其實也是非常重要的合作夥伴對不對 我覺得你要讓我們藍染變成一個生活 它還是需要經濟的支撐 對 所以除了剛剛講的 讓我們的來源更方便 讓我們的成本降低 來增加我們的競爭力之外 當然我們要去拓展我們的一些市場 那我們老街是應該算是我們整個台灣地區 大家很喜歡來的一個地方 對 三小老街是相當有名 而且像古老 旁邊還有一些像祖師廟啊 新龍宮啊 福安宮啊 這些廟都是歷史古蹟 或者是兩三百年以上的歷史 所以很多人喜歡到這邊來逛 那我們跟老街的結合 跟市場的結合 就可以讓更多人看見我們的一些商品 對 看見我們的藝術跟我們的特殊地方 那我相信跟老街的合作 一定是相輔相成 而且是互相都可以得到我們更多的一些注意 所以這一次我們也跟老街做了相當大的合作 那老街也非常的配合 他們覺得跟我們合作呢 可以讓老街跟我們的藍燃結合在一起 也可以讓我們老街更多人來 所以老街呢 他也去爭取屬於老街的一些經費 然後跟我們的活動也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的經費等於是雙倍的力量 我們公所自己的預算之外 再加上老街他們的預算結合在一起 他們辦了活動把我們加進來 我們辦了活動把他們 把他們一起搭配 相輔相成之後 我相信有經濟的支撐 會讓我們的藍燃更能夠持續 而且讓我們的老師 不要永遠都只是在做付出 讓他們可以繼續維持 把我們的記憶傳承下去的一些經濟支撐 所以來到三峽不要再只想到那個牛角 好不好 雖然那個可以當伴手禮回去 可是不要忘了我們還有這個 非常有特色的這個藍燃 那當然講到這個部分的話 很多時候你一定要親自去體驗對不對 所以這個體驗的一個課程非常重要 你唯有自己下去做 你才知道說 哇這個作品真的是得來不易喔 那當然最好的方法 其實我覺得可以從採大青開始 讓他們去山上問個蚊子 他就知道說 原來這些老師真的很辛苦 他們在這個非常炎熱又潮濕的環境下 種這個大金然後採大金 然後呢那個染料成型的一個過程 是要花很多的時間的 然後一個作品不斷的不斷的這樣子飄襲飄襲 所以一個作品的一個完成 他需要老師很多的一個心力 所以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好像有點貴 但是你不要忘了 後面是老師們的一個心血喔 那當然透過這個DIY的體驗 也可以讓我們小朋友也好 大人也好 能夠比較清楚的認識 喔原來這樣子的一個作品 他是怎麼呈現的 所以在今年我們一樣有安排 這個DIY的一個體驗課程 對不對 我們一樣會安排 當然他說我們多元活動其中一種 讓大家來體驗一下我們藍染是怎麼製作的 是 然後了解說我們藍染的製作 其實在整個環境上都是非常非常的乾淨 而且它非常的環保 其實在現在我相信是我們藍染的契機 因為現在開始大家重視環境保護 另外一方面大家也不喜歡化學的物品 所以包括在食品的部分 我們現在都希望的是安全 對 那相對我們穿在身上也要安全 我們穿著化學的一些在身上可能 對我們皮膚會不會有影響 過敏啊什麼的 但是植物染它一定純天然 不會產生任何的後遺症 所以我們目前對我們最有利的 應該是來說 我們整個環保意識開頭之後 加上我們大家對我們生活品質的要求 越來越高 那這就是我們藍染可以再起飛的一個契機 所以我相信透過這樣的一個環保議題 還有我們穿在身上的我們的一個安全 還有乾淨舒適 一定可以讓我們的藍染更加受到歡迎 是 我們再來談到說 其實在今年在公所前面 有一個地景裝置叫做生命的迴旋 那今年這個裝置藝術是有什麼特別的一個含義在裡面嗎 當然我們拜託老師把我們設計的時候 老師當然要去發想 他絕對不是亂做 對啊 那當然他怎麼做可能大家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其實他要表達的 就是我們整個藍染就像迴旋一樣 他不斷的在精進不斷的在進步 而且我們去試跟國際來做接軌 那當然我們從以前的藍染一直到一路到現在 我們一定有很多不一樣的技術 還有更多更多的發想 所以透過這樣不斷的迴旋 可以讓我們的藍染更精進 也希望說 讓我們的藍染可以永續這樣經營下去 所以我們老師呢 跟我們的在地的國保局 我們的鄧醫師 做出來的這樣一個生命迴旋 其實真的可以來看一下 他覺得值得你到我們三峽公所 特別針對這個迴旋來看 他有多特別 那當然旁邊的馬南華一定要去看一下 那是不一樣的 你如果光從旁邊看你看不出它是什麼東西對不對 他是利用所謂的這個錯覺對不對 錯視藝術 錯視藝術 對 一個視差的一個感覺 那應該怎麼看他 其實你喔 每個方向去看都可以 對 你從上面看也可以喔 不過你要從上面看可能就要用 對啊 要掉高 或者是比較高的大樓看下來 其實他從每個面向去看都不一樣 對 但是他其實要表達出來的就是我們的馬蘭花 那馬蘭花它透過不斷的錯字的感覺 去把它形成像一朵花出來 其實這個也很有創意 是 其實就是很多的那個花瓣 對 然後去整合出來的 我覺得我們的老師真的很有想法 很有想法 很有創意 每年都在 對 他可以在每個不同的思維 或者在細節上 他都會去想到 我想這個已經不是只有蘭染的功力而已 他們甚至連藝術都有 那我相信把藝術放到蘭染裡面 當然就可以讓我們更喜歡這樣的一個作品 那我們很期待大家來看看我們的裝置藝術 真的很特別 尤其是在現在疫情期間 我相信透過一些靜態的展示 反而可以讓你更了解我們的這些意義在哪裡 而且現在大家很喜歡拍照打卡對不對 對 這些真的是超好拍的 絕對 如果你是用那種底片的話 真的是非常殺底片 還好現在都是數位化 所以你可以愛怎麼拍就怎麼拍 那其實這樣子的一個裝置藝術 我們當然是邀請了我們自己在地 而且是在地的國寶級的登醫師 對 所以然後再加上那個蘭蘭老師 我們謝佩華老師 他的那個手工染布的 那個整個的一個造型 然後整個的一個細緻度 那個布染出來不同的一個層次感 兩者這樣的結合 我真的是覺得 三峽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福氣 有這麼棒的老師在這邊 然後為了我們自己在地的藝術 再努力對不對 是 好我們這樣子沿著公所 沿著這個歷史文館 再到旁邊就是我們的邪東樹廊 哇 真的是非常浪漫的一個地方 個人非常喜歡 區長也介紹一下 我想這應該是全台灣最特別的 國小的通學道 是 其實這一個地方 是我們三峽國小 學生要上學的通道之一 那我們把這個地方 整個做了一個非常漂亮的邪東樹 對 那這個在上面裝置了非常多的藝術 其實也是一樣值得你來看 我們小朋友現在每天都很開心的 走過這一條通學廊道 所以這個不同的裝置藝術 讓大家體驗不一樣的藍藍的感覺 我相信大家走到每一個地方都會發現 我們處處都有不同的一些藍藍的風景 所以不是只有一個點 也不是只有一條線 現在變成一個面 面 那再加上我們很多學校 還有一些地方的展覽 對 在我們文史工作者的工作士氣 也滿多間的 所以透過這幾個這樣 把它佈滿了面之後 我相信 真的值得你花時間來這邊 看看我們藍藍的不一樣 順便逛逛老街 等於是一天的時間 把我們三峽的精華 可以收攬到我們的眼裡 那順便就把每個特產 跟我們藍藍的作品 就可以帶回家 好好讓我們家人一起來欣賞 那除了說整個外圍 我們看到的一些裝置藝術之外 其實今年我們還特別在歷史文物館 有這個藍藍的一個特展 那其實今年是從外地吧 我們引進了一些不一樣的一個東西進來 三峽 讓大家可以來做交流對不對 我們的特展 其實從7月23號開始之後 到8月28號 我們有一系列的活動 那像昨天我也特別去參加 我們劉永峰老師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繪本 叫藍藍小仙 他就找了很多小朋友 不是只有三峽本地 是全台灣各地都可以報名來的 等於把我們的藍藍的作品 透過繪本的方式 讓小朋友來認識 那我們展覽的東西非常的多 其實不要只看外面那一些 剛剛提到的裝置藝術 一定也要到我們的四定古蹟 它本身也是四定古蹟 就以前三峽 在好久以前裝藝所 也就是類似現在的政工所 舊子 那我們現在叫歷史文物館 裡面也展覽了很多藍藍的作品 絕對不是只有衣服 它有非常非常多 像我剛剛提到的燈飾裡面也有 然後他把它做的 相當多的一些生活化的東西 其實真的可以來看看 你絕對想像不到 藍藍怎麼可以做出這麼多種 對 真的要自己親眼來看看 對 一定要親眼來看 你會嚇到 相當有藝術價值 其實我從深坑一路到三峽來 我發現一個文化一個產業 能夠得到大家的認同 它除了可以吃可以用之外 它其實都含有藝術價值在裡面 你看陶藝家做的陶瓷 他畫的畫寫得字都很漂亮 那我們的藍染作品也一樣 你如果沒有美感的話 你染出很多藍色的就會不好看 對 所以他們怎麼去把它染出一個很有藝術 或者大家看起來就覺得賞心悅目的作品 這個也是需要藝術的天分 所以我們的老師也很有藝術的天分 他們做出來的作品 真的絕對讓你嘆為觀止 那我們的歷史文廣旁邊 還有我們的藍染展示中心 也要去走一走看一看 裡面也展示了很多作品 那真的很不一樣 絕對被我們想像中的藍染 是不一樣的 是沒有錯 那我再來就是請教這個區長 就是說您認為說 三峽藍染到現在21年了 你覺得它算成功了嗎 其實三峽藍染可不只21年 應該說我們三峽的歷史非常悠久 但是後來因為我們植物染 人工逐漸被工業化取代 所以慢慢沒落 如果你到我們的老街去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上面有很多以前的染坊 的舊子都在上面 其實走老街的人要看看我們 還有其他的意涵在那邊 是 那我們的一些在地人怎麼可以容許 這樣的一個文化 這樣的一個生活不見了 所以民間其實一直在成立協會來推廣 也只希望工部門能夠重視 所以在21年前 我們三峽公所就開始來舉辦了藍染節 所以這21年是公所開始來辦 這樣的一個藍染節的時間 那其實在大家推藍染這一塊 當然就不只21年 那經過21年來喔 其實每一年都希望能夠做到更不一樣 那其實在很多前輩的努力之下 藍染也不斷被看見 所以現在講三峽藍染 大家還聽得懂 如果這個東西已經不見了 其實它就變歷史 對 所以在現在 經過大家不斷的努力 其實一棒接一棒 不斷的讓我們藍染越來越好 那當然 我接著這個棒子非常沉重 一定要讓我們的再起飛 那有了前輩這麼好的一個基礎 那我就以這個基礎 再做更多的發想 那幸好我們有很多的團體 他們也是願意來一起貢獻心力 所以剛好講的 剛好工部門 其實非常多的局處都來共襄盛舉 我們光在這一年喔 經費是以前兩倍多 也就是說大家都來幫忙 幫忙了一下 每個人聚集起來 就變了一個很大的力量 所以工部門很多局處 像我剛剛講 客家文化園區 甚至裡面還栽種大清 那我們自己公所呢 其實我們也做了藍染公園 結合我們的工作坊 我們做一個藍染公園 那我們最近又要去整修一個介受公園 其實我們上面也去種了大清江的一個植物 我們的公園沒有那麼多的植物 為什麼我們不種自己屬於三峽特色的一些植物 而且這個以前在三峽是遍地都有 因為我們山上很多大清 那現在因為沒有 所以我們希望就要把它複育回來 那經過這21年的努力 我相信不斷的讓各種不一樣的想法 大家的想法去做出很不一樣的東西之後 尤其像今天我們把它弄到小朋友也喜歡的同樣上 讓我們的觸角更多 更多元 接觸的人越多 我相信小朋友從小接觸到藍染之後 等到他長大 他對藍染一定有印象 一定會有比較喜好 那再來我們的藍染就可以再更好 所以我相信透過我們不斷的努力接棒 再來一定可以讓我們藍染再起飛 那當我們現在已經一定的成績了 那我們希望未來更走入生活 變成三峽藍是一個大家都知道的品牌 那今年的一個藍染節 從這個7月23號已經正式的一個啟動了對不對 那這一段剛好也是暑假期間 我們也希望說全國的朋友能夠到我們三峽來走一走 看一看 看看我們美麗的三峽藍染 能夠帶給大家怎麼樣的一個視覺想宴 那今天也真的非常感謝區長跟我們的一個分享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只有一個分享 就可以 magari跟另外一個觀測 我來跟曉罪 旁問你們 報道 你们